风神演义中的圣母杀手,位列十二金仙之手,却败给了徒弟。 原始天尊麾下有除了大弟子然登道人外,还有十二金仙一直以来为众人所赎, 知的金仙有文书广法天尊,普贤真神,慈行道人。 但是十二金仙之手,却并不是实力最强的,而是玉须宫中第一位基锦中的仙人,他就是广成子。 虽然广成子实力在同级别中并不算高手,但是仙下手艺是相当好法力、根性、物性都是顶级。 身受原始天尊宠爱欲卿,原始天尊用半截不周山体炼成仙天灵报翻天印刺给了广成子靠此法宝神威广成子, 是屡战屡胜了再破十决镇的时候,文众特地跑到金牢岛,行来了十天君摆下了十决镇,而金陵圣母布下的金光镇乃十决镇的第五镇产教门人萧真死于镇中, 后来被广成子所破,并用翻天印杀死金光圣母。 再就是火灵圣母火灵圣母,是结教多宝道人门下弟子个人法力不凡训练出三千能驾驭三魅火的火龙兵群战能力非常强大头戴金匣罐有隐身效果红紧, 龙吉公主夫妇均被其所伤后将子牙、哪吒、维护和公将其击败只是她的出现一早, 便在产教众贤的意料之中圣母杀手广成子穿着扫侠衣,拿着翻天印确实等候多时, 一会面,就采用简单有效的针对性战术术和内疆, 齐格沙接下来就是通天教主麾下大弟子多宝道人多宝道人, 绝对是圣人之下逆天的存在在诸仙镇中, 竟然都敢对大师伯圣人老的麾剑, 但是在与广城子对阵的时候,广城子在破诸仙剑阵的时候, 多宝道人面对广城子的镇山之宝翻天印,被打翻了一个跟头, 但其实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多宝道人的强大翻天印, 可是半截不周山炼城的先天灵宝, 要知道一般仙家早就被打死此宝要聚集老子, 原始,接引,女窝四把宝席才得以收复, 可见多宝道数之高深, 再接着就是结教通仙教主门, 下八大弟子之一的归灵圣母姓真帅, 执性情比较冲动及造原地时得到道德高深。 玄妙无方原形,为万在灵归苍结是造字, 而归文有语义之行时,化成人形因为是女体所以称呼圣母之后, 败入结教,通天教主门下修行封神十七经, 广城子三叶毕游宫间接挑起分成心生分门, 因不敌翻天印而献出真心被教, 主阁出宫外不许入宫听讲, 但在出仙阵和万仙阵中, 依然追随通仙教主但是, 在之后的如将得诈打下风火轮。 下退太师文仲七山上打出一条路, 但是翻天印也不是绝对的强大, 如在对阵阳检的时候, 翻天印并没有击倒阳检, 虽然打在阳检头上打得火光, 蹦出阳检毫发无损, 但是这广城子战斗客, 已说完全靠翻天印, 如果没有翻天印的广城子, 或者有人的法宝能与翻天印皮, 敌又如何呢? 赵公明, 三肖娘娘, 乌云心就是最明显的, ノコの一端 实际上的乌云心就是最明显的耳動 为了看能人的任何状态, 对他们就看得赚, 冒费、